病毒的变异到现在为止有很多报道 但是在病毒的变异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更多的案例 也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深入 目前在中国针对于病毒的变异和疫苗的研发 我们有统一的部署 而且我们看到的病毒的变异 并没有影响到我们药物研发和抗体的制备 和疫苗的制备 所以目前来讲 所有的工作是可控的 我们正在积极地观测病毒的变异程度 而且积极地布局一些科研项目